年轻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出海打鱼,却碰上了大风暴,我们面大,从大风暴中逃过一劫,在海上漂流了三天之后,却发现到了一座大岛,岛上有金矿,还有土人,只是当时我们想办法要离开,也就没有多大力。 后来我们又在一处地方发现了一艘船,我们父子二人偷了土人的粮食和淡水,搬上了船,这才离开,也是运气好,我们顺着海流还真就一路回到了齐国。 老人家,你可还记得去那岛的海路? 能捡到一条命回来就已经是天大的运气,谁还能记得海路如何? 来等,去把那三个矮子带上来。 这就是当地土人说的话。 哈哈,看来三个小矮人正是那座有金矿的岛上的土人,只是不知道怎么到了这里。 老王,我们要不要立刻组织水军出海寻找这座岛? 现在水军就那么几条船,要是因为找这座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的岛,就全数折损在海上,郑国公非扒了我们的皮不可。 两人一下子想起了瞎人,直接修书一封,将这个事情用八百里加急送到学宫。 八百里加急,这可是有重大军情才能动用的传递消息的方式,但是有重大军情难道不是应该直接送到国防部吗? 大岛,金矿,还有土人,渔民还能随着洋流自己飘回其地,而且这金矿竟然还是露天的,符合这么多条件的只有一个地方。 符桑国左渡岛,符桑全岛很多金银矿,而左渡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左渡全岛有大小金银矿山52座,在15至17世纪都是全世界产量最高的金银矿。 年产黄金400公斤,白银40吨,而且左渡的金银矿大都是露天矿,就是不用挖掘山体隧道就可以直接在表面开始挖掘。 这个小破地方一直到1500年后才被符桑幕府重视,之前都是流放罪犯的地方,没想到这里现在竟然就已经有了人类生存,不是说徐福渡海到了符桑之后才有了符桑大和一族吗? 难道这段传说是假的?一定要让大秦的旗帜插在符桑四岛,也能让后世之人能光明正大的吼出那一句话,符桑四岛自古就是我华夏的领土,来人,快马去吉墨水军将那三个矮子给带回学宫。 虽然说的话不像后世符桑话,不过这不重要,反正符桑话也没有必要存在。 学宫中别的不多就是老师多,要从根子上将这三个人好好改造一下。 瞎人交代好儒家弟子,好好教导这三人,自顾自地回到办公室,写了一封亲笔信,命人送给鹰部和王林。 鹰部和王林将三个小矮子送走之后,除了那些金矿一直牵动着自己的心之外,别的好像也没啥。 直到瞎人的信送到之后,两人才明白瞎人对这三个小矮子有多重视。 老王,不是说三年训练出来吗?怎么时间一下子就剩下一年了? 你琢磨这个干啥?郑国公既然已经下了令,咱们就按郑国公的意思去做就行了。 再说了,水军能早日成军那不是好事吗? 老王啊,水军又不是简单地通晓一些水性就行的,还要懂得海上风暴朝西洋流的预判,还要懂得在茫茫大海上辨别方向,是那么容易就训练出来的吗? 别说一年了,就算是之前说的三年,我这里都有些担心。 你忘了在学宫,郑国公教咱们的时候说过什么吗?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不要想那么多了,先把水军训练出来再说。 且不说鹰部和王林两人为了水军训练焦头烂额。 造船厂那边也因吓人的一封信炸了锅。 郑国公说,一年之后要下水最少五艘三百料的海船,两年后,三百料的海船要下水三十艘,五年后,造船厂要能造出一千料的大船。 我们现在造河船也不过是两百料的船,就这一年也不过两艘,一年之后要五艘三百料的海船,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不就是三百料的船吗?原料足够,人手足够,一年别说五艘,就是十艘也不是问题。 嗯? 你就是一个老船工而已,你懂得什么? 是是是,我公书风不懂,就是你们这些莫迪的徒子徒孙才懂。 哦,你是公书家的人? 没错。 说起公书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但是提起鲁班,怕是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鲁班,原名公书班,与莫迪并称为天下两大机关宗师。 只是公书班却没有莫迪收徒弟的爱好,只是将自己的手艺传给自己的后人,说是给后人留一门吃饭活命的手艺。 听说公书班座的墓渊,能非三日而不落,莫迪都承认自己没有这样的手段。 如果说天下谁能在木工一项上比莫迦弟子还要厉害,那除了公书家的人再无他人。 要是他是公书家的后人,那我们肯定能完成任务了。 干活吧,等船造出来了,保证让你们心服口服。 造船厂在公书峰的带领下,也开始了抢弓模式,水军这边进入了正轨。 而此时秦国也第一次向西域派出使者,只是使团的规模略微大了那么一点点。 使团的正使也不是别人,就是在石川河击败西域联军的秦军主帅张涵。 而张涵的副使也是他的熟人,周伯和夏侯英。 张上将,咱们还要走多久啊?这鬼地方连个牧民都看不到,咱们不会是走错路了吧? 走错路是不可能的,咱们的向导来往西域多年,这条路熟得很。 至于为什么连牧民都没有,恐怕你要去问匈奴人了? 匈奴都已经给平了,我去问谁? 既然知道,那就烧废话了,向刀说欠免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张上将,咱们是不是嫌休息一下? 那就休息一下吧,与西域联军一战,咱们抓的这些葫芦里,竟然还有十几个西域诸国的王子。 有了他们,西域已经大半落入咱们大秦之手了。 张涵给这十几个王子好吃好喝的供着,甚至还向嬴政秦职给这十几个王子封了大秦的爵位。 这十几个王子也没想到自己成了俘虏,还能被秦国如此厚待。 感恩戴德自不必说,一个个凶仆拍得贼响,都说归国之后,一定支持秦国。 当年秦慕公就是通过扶植了晋文公,成为了天下霸主。 又是借兵给晋文公,送晋文公归国,又是把女儿嫁给晋文公,结为秦境之好。 招数不怕老,好用就行。 大军艰难地行进了一个多月,终于来到西域诸国最靠近大秦的第一个国家,义吾。 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座城池,统治范围也不过方圆百里之地。 这样的国家,咱们只需要一个旅就能解决掉了。 不可,恩师心里说,当以公心为上,鼓励为辅。 张涵虽然不明白瞎人为什么不直接将西域之地纳入大秦, 但是处于对瞎人一直以来的信任,当即决定先派人去义吾城中通报。 义吾王听说秦国使团有差不多十万人,已经方寸大乱,直接开城。 义吾王带着自己的官员子女捧着义吾国的大印,直接出城了,一副投降的架势。 张涵毫不犹豫地释放了自己的善意,让周伯、夏侯英来到义吾王面前,亲切地扶起了义吾王。 张涵当场宣读了吟政的圣旨,封义吾王秦国的王爵,永振义吾。 义吾王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简单就抱上了秦国的大腿,顿时喜出望外, 言说愿为大秦氏带阵守商路,永不犯判。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相同的圣旨张涵身上带着几十份。 张涵带着使团大军在义吾盘徨了差不多一个月,采启城继续出发。 一来是义吾的小,实在扛不住秦军这么多人吃喝。 二来是张涵有一等秦国使团到来的消息通过来往的商队传播出去, 让西域诸国都知道秦军此来是为亲善而来,所以才拖了这么久。 等到秦国使团从义吾动身的时候,西域诸国都已经收到了一个消息,秦国来了。 出来的时候急动的鸡眼目有水坐脚,还依偎到了西域诸国,最烧能搭机昌额仗。 现在算是这么话说的,我们带了十万大军来, 吓得西域诸国半路就都抛赖接受了我打庆的策逢,以昌仗都挠打。 我怎么觉得这么别屈呢? 我们总不能带着十万大军就来西域旅游一圈吧,我都快钱出屁来了。 但也没办法,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不过这十万大军也不是全然没有用处,西域诸国中还留有匈奴军队的国家不少, 不如分成几队出击,将这些盘踞西域的匈奴残博给一扫而空吧。 周伯和夏侯英立刻带兵出击,张寒其实也想去, 但是他这里还有一帮国王和王子等着他接见,实在是抽不出身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伯和夏侯英带兵出发。 就在周伯和夏侯英刚出发不久,张寒就接到了朝廷的圣旨。 朝廷在西域建大都督府,来镇压西域诸国市。 我任命为西域大都督府的首人大都督,周伯和夏侯英为副都督, 这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怎么就回不去了? 在西域设置大都督府,也当然是瞎人的建议。 哈哈,张寒那边一切顺利,南县那边战事如何? 杨端和将军到了南征大军之后,大大提振将士的士气军心, 依仗大军之威,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蚕食百岳之地, 百岳之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百岳酋长无奈, 只得从大山中出来,带着自己的子民向杨端和投降。 好,传令,将百岳之地改设桂林郡,闽中郡,南海郡,向郡四郡, 除了郡守和卫戍军团之外,不在另外涉陷,以原的酋长自制, 郡守和卫戍军团要做的是,保证各酋长服从朝廷的命令。 至于西域各国的管理,各位有何良策? 陛下,与匈奴不同的是,匈奴虽然彪悍,但是也只是一个文明, 草原的不足的习性,大多大同小异,只要配备足够的武力, 是可以具备直接统治的基础,所以之前才将二王分封到草原。 而西域则不同,这块并不算大的面积上,竟然有大小三十六个国家, 彼此的文化宗教还皆不相同, 直接统治这样复杂民情的地方,对于施政者来说,要求太高。 况且这个西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陆路链接两块大陆的必经之处, 来往的商队乃至日后远征的大军都要从这里通过, 谁掌握了这里,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如果在这里设置大都督府,只驻扎军队,调解三十六国彼此之间的纠纷, 而三十六国则向大都督府每年缴纳一定的收入,作为大都督府的经费。 朝廷中也单独批出一个部门,专门处理大都督府的军需, 至于士兵,现在保留十万大军,确实有点过分了, 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在西域保留这么多的人马, 那是在给我们自己增加负担。 陈认为只需保留三万精兵,就几乎已经可以躺着走了。 至于西域西边暂无威胁,我大秦可先稳定国内的发展, 再做打算。 所以现在只需要把目标放在了扶桑大陆和马韩, 陈韩和变韩三韩之地即可。 扶桑当然是,深仇大恨无可消除, 而三韩嘛,日后不咬你,但是恶心你, 干脆直接拿下算了,反正还有机子入朝的典故在。 按这样说,三韩之地自古也是我华夏之地,取之无愧。 郑国公所言甚是,那就按郑国公所说的去办吧。 如今我大秦的疆域自下商周三代以来,再无如此之大。 朕决定寻幸各地,即日起,犹太子扶苏监国。 很快,大秦来到了神圣始皇帝十三年, 今天是嬴政二次寻幸回到咸阳。 自从大秦南北两线战事结束之后, 瞎人就始终窝在学宫之中研究学问, 今天竟然也出现在百官之中。 郑国公,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不是出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瞎人一脸尴尬,身为嬴政的臣子, 前来迎接自己的皇帝陛下竟然会让大家都误会,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也真是没谁了。 郑国公,陛下两次寻幸, 已经耗费了国库太多钱粮, 国库积攒一些钱粮不容易, 陛下要是再寻幸几次, 则国库必然空虚, 而且听说陛下有心要在离山为自己建造陵墓, 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郑国公,你要劝劝陛下。 老府正放心, 我这次来就是来劝劝陛下的。 如此就好,如此就好。 这位今天怎么也来了, 难道是想念朕了? 吓人的到来也让银正高兴万分, 当即传令设宴与百官同庆。 臣起奏陛下, 陛下功高神武, 上古三皇五帝皆不能及也, 而今我大秦富有四海, 皆是陛下之功, 臣以为陛下之功, 足可封禅泰山, 以告天地神明。 哈哈, 封禅泰山。 可也, 淳于先生可将详细的泰山封禅的过程细节写出来, 交给正式堂去办就是了, 然后选定吉日镇封禅泰山。 臣已经写出来了, 请陛下预览。 快成上来。 淳于先生, 你的这份封禅计划, 要动用几乎国库一半的库存, 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陛下, 告公于天, 这可是一件大事, 更可况封禅大典也正是展示我大秦天威之时, 岂能小觑, 当然要做的尽善尽美才是, 花点钱也是应该的。 可是, 这钱粮花费的也有点。 这什么老十字封禅大典, 竟然如此迷费, 都行, 绝对不行。 老王完已经八十了, 眼看就要告老, 此时骂得口沫横飞, 却一眼看见了一旁看热闹的瞎人。 镇国公, 你来说说看, 这封禅大典如此迷费, 搞是不搞? 当然要搞, 还要大搞特搞。 刚才还没进殿的时候, 不就已经商量好了, 你要出言劝劝陛下不能如此浪费的吗? 这时候怎么反倒劝陛下大搞起来? 王府正, 陛下之功劳大家有莫共睹, 当然能配得上风禅大典, 怎么就不能搞了? 但是国库, 国库乃是小事儿, 我倒是有迅速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 瞎人一说能增加国库收入, 老王完立刻就闭嘴不再说话了, 他知道, 瞎人估计又有什么鬼点子了。 镇国公, 你真有办法能增加国库收入? 当然, 臣的办法每年能给国库增加金银, 共计四千万贯。 四千万钱这个数字一出来, 整个大殿瞬间安静了。 先生此言当真, 一听到能增加四千万钱的收入, 镇哥竟然捡起了多年之前的称呼, 这声先生不知道多久没叫过了, 看来还是钱财动人心啊。 陛下可还记得在即末还有一只水军? 水军? 好像还真有这只水军, 只是记得是记得, 至于情况如何就不知道了, 怎么, 先生的主意跟这只水军有关系? 陛下荣禀, 陛下始皇九年, 水军在出海训练的时候, 捡到三个扶桑国人, 其人言国中金山银山无数, 臣知师门也去过扶桑岛, 也在师门秘卷中记载了此事, 言说如果开采得罚, 每年得钱不低于四千万贯。 你的办法难道是动用水军讨伐扶桑国? 正是, 扶桑之地, 乃天赐之地, 若不是水军船只不够, 臣早就建议朝廷出洞水军讨伐了, 而今水军已有大小舰船数百艘, 足可征服扶桑岛, 臣请陛下下旨讨伐扶桑。 陛下, 扶桑一位犯我将戒, 二位杀我自民, 如何能派大军征伐? 此举有为圣王之道, 大秦师出无名啊陛下。 纯于次长, 什么叫师出无名? 你难道不知道,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的道理吗? 我大秦既然为天下之主, 扶桑国就应该前来朝贡, 现在人也不来, 信也不来, 岂非对我大秦不敬, 难道不该讨伐吗? 人家扶桑跟我们还隔了一条海呢, 我大秦统一中原跟人家扶桑也没什么关系啊, 更何况扶桑四岛上, 现在可能还没有国家呢, 顶天的有个部落就算是不错, 难道还指望一个原始部落能给朝贡? 瞎人这话, 虽说多少有点不讲理了, 但是却很对嬴政的胃口。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简直说到朕心看理了, 最大的障碍就是师出无名, 现在让先生一句话就给找到了法理基础。 陛下, 如此甚好, 不过, 先生, 朕记得水军不过一军之术, 这点兵力可够。 陛下, 水军虽然只有一军之术, 然而都是我大秦精锐, 可以一敌时扶桑四岛上不过一些土人, 不足为律, 只是拿下扶桑四岛之后, 如此金银之地, 还需要大军镇守, 到那时候就需要陆军出动了。 好说, 陆军大秦有的是, 朕今日下旨, 命大秦水军出师讨伐扶桑, 则即日出发。 且慢。 郑国公, 你还有什么意见? 臣对讨伐扶桑没有意见, 只是有一笔账, 需要禀告陛下, 还请陛下交代国库, 还臣这笔钱才是。 水军能有什么账? 陛下, 从始皇九年开始, 臣就在吉默设了造船厂, 开始集水军造船, 到现在始皇十三年, 四年时间总共集水军造了三百料海船三十三艘, 一百料小船七十五艘, 另有小艇三百, 工匠的工钱算是臣孝敬的, 可这料钱, 国库总要拨给我吧。 哦, 也是, 水军的船只是及水军用的, 水军是大秦的水军, 自然不能让先生行私人出这笔钱, 应该由国库出。 敢问先生, 水军战船花费几何? 也没有花多少, 也就一千来万贯。 多少? 先生, 你刚才说你花了多少钱? 一千来万贯啊! 嬴政瞬间就后悔了。 怎么这么痛快就答应他了? 这他们一下子就拿走了国库的五分之一, 水军这么烧钱的吗? 郑国公, 国库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既然国库艰难, 我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这样吧, 陈建议成立大秦贸易集团, 这一千万贯就算是陈的前期投资吧。 这家伙最拿手, 其实还不是搞学工,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生钱, 要知道, 在他刚进入大秦没多久, 就通过贸易给大秦国库增收了两成, 而且中间还有镇的分子, 公里, 才会不缺钱两。 现在提出的这个贸易集团, 一听就是要做买卖啊, 而且一千万贯说投就投了, 一看就不是什么小买卖。 先生如此大气, 请问先生, 这次的买卖是准备跟谁做啊? 与天下人做, 陛下还记得那幅环宇图吗? 天下上有大国在, 正好可以互通有无, 而陆路可以通过西域到达, 只是路况艰难, 旷日持久, 而海陆则不同, 虽说海商风险大一些, 但是快啊, 而且海外, 还有更多矿产丰富的无主之地, 等着我们大秦, 没有水军根本无法到达, 所以陈说的大秦贸易集团, 正是依靠水军的强大航行能力, 与天下各国做买卖, 探索无主之地, 自为经略天下也。 哈哈哈哈, 好, 就以先生之言, 那么这股份怎么分? 陈, 以这一千万贯入股, 占大秦贸易集团股份的三成, 剩下七成, 陛下可自行分配, 臣, 不就方便智慧了? 不行, 先生劳苦功劳, 怎么只占三成, 朕心中过意不去, 就给先生四成吧。 等到以后, 你知道这一成分子代表了什么, 恐怕你就会后悔今天的慷慨了, 不过既然政歌主动给好处, 自然没有不拿的道理, 臣, 写陛下隆恩。 这大秦贸易集团的事情, 就劳烦先生辛苦一下, 上一份调臣上来, 朕与正是堂商议过后, 就安排办理。 这次宴会终于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了, 但是水军在接到讨伐扶桑的圣旨之后, 却开始忙碌起来, 大小船只纷纷下水, 水军两万大军整装待发, 而跟着圣旨一起过来的, 还有英部和亡灵的三个熟人。 这是当年送回学宫的那三个小矮子, 怎么如同换了一个人一样, 一个个俨然与中原人无二, 要不是个头, 我还真认不出来。 瞎巴参见两位将军, 这两位是我的同伴, 虾酒和虾食。 这名字举的, 未免也太儿戏了。 我三人是奉振国公致命来给两位将军当向导的, 能给王师当向导, 解救我家乡的父老, 是我三人的荣幸, 希望两位将军日后多多次教。 听你这个意思, 你们已经入了我大集了。 是的, 我们三人去年已经通过了霸上学功的毕业考试, 在咸阳落了户籍, 我们现在是获真价实的大集人。 这样说起来, 那也不是外人了。 你三人既然被派到了我水军, 日后定要实行用事, 功劳少不了你们的。 多谢两位将军栽培。 好了, 现在向导也有了, 准备出发吧。 鹰部一身令下, 大小两百艘海船从港口出发, 而鹰部和王林的坐舰, 则是一条千料的大船, 名叫吉莫号。 这条千料的坐舰是吉莫造船厂用了上好的材料, 不知道试验了多少次才打造出来的。 吉莫造船厂建成这么多年, 这种千料大船也就造出了这一艘。 而且, 这艘大船与其他小船不同, 这艘大船上还装了三门旧炮, 这是虾人特意要求的。 在虾人看来, 没有炮的船, 根本就不配掌控海洋。 天知道这些工匠是怎么想出办法来, 将这三门旧炮给固定在船上, 并且发射之后后座力还不会让船侧翻呢。 只能说我们大型工匠的智慧深不可测啊。 鹰部的水军在海面上航行了差不多半个月时间, 一路上无惊无险地飘到了扶桑的九州岛, 只是作为向导的虾巴三人却猛了。 走错了, 这里似乎不是我们的故乡啊。 鹰部和亡灵也没想到, 自己既以厚望的这三个向导竟然这么不靠谱, 只好先找了一个还算平静的地方, 准备登陆。 先军一千士兵, 虾巴说过, 他在老家就没有听过谁家有超过百人的士兵, 这一千士兵估计可以横扫一切了。 这一千士兵上岸不久, 还真就遇到了伏击, 只不过伏击水军的人大多跟几年前的虾巴等人差不多, 手中的武器大部分还都是木棍, 水军刚射出几箭之后, 他们就做鸟兽散。 本以为再怎么样, 这些人也不能如此不堪一击, 可没想到竟然比不堪一击还要不堪一击, 这还有啥说的, 这样的地方大家都上岸吧。 除了留下部分士兵看守船只之外, 鹰部和亡灵带着大队士兵都上了岸。 此地乃我大秦登陆之地, 不如取个名字叫秦陆岗如何。 亡灵当然不会反对, 只是他们两人并不知道, 这个秦陆岗在后世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名字, 长崎。 报告将军, 这次抓回来的土人。 就这种土人, 也值得我水军大举出动。 下巴, 你去问问这个土人附近到底有些什么失联。 两位将军, 这人是附近不足的人, 根据他的说法, 这附近一共有六个不足, 人数总共加在一起差不多有两三万人, 而且大多是女人和孩子, 轻壮并不多。 这不对啊, 三万人的不足, 轻壮最少要过半才对, 怎么会没有轻壮? 你问他不足中的轻壮都去哪里了? 两位将军, 他说不足中的轻壮都被南边一点的大族征兆去跟另一个大族打仗去了。 还有大族的存在? 他说的那个大族叫田族, 人口近十万, 掌握的南边广袤的土地, 周围的小部族都是他们的附属, 能集结出数千士兵。 十万的人口, 对于中原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大数, 但是这毕竟是咱们登陆之后了解到的第一个大势力。 你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 我接到的命令是寻找金矿, 现在金矿还没找到呢, 说其他的事不是早了点? 可是如果这座岛上有这样大的势力, 咱们就算找到金矿, 怕是也不能安心开采, 要不要未雨绸缪一下? 你说的未雨绸缪, 该不是全树绞杀吧?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又不是好杀之人。 那你是什么意思? 咱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又不是瞎巴的家乡, 首要就是将附近的地理化成图形, 但是这里有多大咱们也不知道, 咱们这两万人撒出去, 怕是效果也不好, 不如咱们让瞎巴带路, 帮那个田族打一仗, 然后利用着岛上的这些大族的人口, 帮咱们画图如何? 这个主意倒是也不错, 直接暴力压制总比不上让人心甘情愿的帮忙, 行, 就这么定了, 瞎巴, 本将有一件任务需要你去办, 将军有事尽管吩咐就是, 小的一定办妥, 哈, 本将的意思是想请你去那个田族走一趟, 就说我们愿意出兵帮他们打仗, 但是打赢之后, 他们需要出人帮我们绘制附近的地图, 这恐怕我自己去他们不会相信啊, 怎么能叫你一个人去, 我调一个牌去保护你, 也让田族看看我大秦天兵的风采, 如此最好, 有大秦天兵, 小的管教他们答应, 瞎巴带着一个牌出发了, 而水军则开始砍伐树木, 他们打算在这里先搭建一个小型的营寨出来, 不到两日, 一座木头搭建的营寨就已经成型了, 而且, 这座营寨与陆军的营寨略有不同, 除了陆军营寨的设施之外, 还有一条长长的水道连接海面, 水道两旁都是小艇, 如果情况紧急, 水军可以通过水道上艇回到船上, 不过鹰部和亡灵的心思, 却不在这座营寨上, 瞎巴已经出发两日了, 一时没有消息传来,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他出什么事倒是不要紧, 主要是还带着一个牌的士兵呢, 将军, 事情成了, 我带着大秦天兵一到, 田族立刻就同意了我们的条件, 还派了人来送礼, 你我, 抬上来 这块狗头巾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族中有一座山, 每逢下大雨的时候, 山洪爆发, 就会冲来这些东西, 这是他们捡到的最大的一块, 比这块小一点的还有十几块, 这特么妥妥是金矿啊, 而且还是特么露天的, 这可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快派两艘三百料的战船, 护送这块狗头巾回国, 献念皇帝陛下。 齐年宫里, 嬴政看着水军快马加鞭送来的狗头巾, 笑得嘴都合不拢, 看来郑国弓箭是果然广博, 这块狗头巾就是最好的证明, 水军的军报中说, 他们去帮当地的一个大部族打仗, 而这块狗头巾就是这个大族送给他们的, 他们发现这个大族的领地中应该有一座金矿, 陛下, 水军狂辈, 我大寝的军队怎么能没有陛下的旨意就擅自行兵, 万一大败, 岂不是辜负了陛下的信任, 臣请陛下严惩水军军长。 陛下, 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胜, 鹰部与亡陵远在海外, 要是等请旨在行动, 则万事皆做不成, 况且, 没有鹰部等人的当机立断, 怎么会发现情况? 臣以为鹰部等人有功无罪, 不但不应该严惩, 反倒应该奖赏才是, 况且鹰部熟悉水军战法, 若是严惩鹰部, 但有有何人能捅呆水军, 臣请陛下三思。 陛下, 臣以为唐居此言乃乱法之言, 军法也是法, 魏卿只就擅自做主, 这是军中大计, 即便是在有才也不能用, 更何况水军也不是离了鹰部就转不动的, 臣宝举受春卫数军军长迷起, 可认水军军长之职。 李斯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只要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 李斯这是想摘桃子了, 更何况垫上这位老狐狸, 嬴政却意外的不置可否, 只是微笑。 郑国公道, 臣叩见陛下, 免礼, 请郑国公来, 是想给郑国公看看水军送来的这块狗头巾。 陛下, 水军立功了, 立功, 郑国公, 你可能还不知道水军做了什么, 他们在没有请旨的情况下, 擅自出兵帮助当地大族打仗, 此乃无始军法之举也, 郑国公还觉得他们有功无罪, 水军远隔千里, 万事都要请旨吗? 看来李府政对军事一窍不通啊, 我看以后军事上的事, 还是请国防部来做决断吧, 李府政还是负责好, 自己管的那一摊子事就行了。 陛下, 臣请撤换水军军长。 你说换就换, 换谁? 寿春卫树军军长迷起, 擅长水战, 可接替水军军长一职。 你说迷起啊, 那人我知道, 原来楚国的宗室有名的汉鸭子, 他会水战, 鸭子都能上天了。 别说, 他还真是个汉鸭子。 陛下, 臣以为水军非但无罪, 还应该加强财势。 臣所听闻, 扶桑岛上上有不少不足, 人数十万以上的并不少。 臣以为水军只有两万之数, 水战自然是天下无双, 然而陆战或许有所欠缺。 臣请陛下可发陆军前往驻战。 嗯? 怎么还要抽掉陆军? 镇国公, 那边不过一些土人而已, 水军两万人已经足够自保, 何必再派陆军呢? 如此弥废必然又要增加。 土人怎么了? 土人不是能干活吗? 陛下, 咱们大秦现在要修天下迟道, 还要修陛下的陵墓。 臣看陛下的这座齐年宫也住了多年, 已经不符合陛下的身份。 新宫殿的建设也要提上日程, 这些正是需要劳力的时候, 咱们大秦子民金贵可不能浪费在这些工程上。 倒是扶桑岛的这些土人。 臣听说这些人服从性极强, 只要稍加培训就是最好的劳役。 所以臣请陛下抽调陆军的原因, 正是将这些土人冲作我大秦的劳役。 这。 嬴政有些犹豫, 老王婉却笑了。 郑国公这样说的话, 老臣倒是支持得很啊, 我大秦子民确实比这些土人金贵。 老王婉可不是春于月, 心里可没有那种莫名其妙的人词, 在他心中秦国子民第一, 六国子民第二, 而其他的胡人土人, 在他心中可能连个人都算不上。 大秦要干的事情还多着呢, 正是需要人力的时候, 如果有数百万劳力, 那大秦还有什么建不成的, 又不是养不起。 我大秦现在就是这么好横, 两位元帅怎么看? 雄奴之战之后, 野战军加入了不少新兵, 这些新兵没有打破仗, 战斗力堪忧, 我们正愁现在没有战事, 没有办法让这些新兵见血。 现在如果出兵扶桑, 自然是好事, 那我们该派多少兵? 依我看直接调十个军过去, 一劳永一。 你们倒是痛快了, 后勤咋办? 你们倒是也考虑一下, 水军的运输能力吧, 总不能让陆军都有过去吧。 郑国公, 水军能运输多少人过去啊? 除去水军两万人马的后勤之外, 最多只能运两个军过去, 再多的话, 以现在水军的运输能力, 怕是后勤保障要出问题。 难道那些土人就不吃饭吗? 况且, 咱们还要考虑如何将土人给运回来啊? 郑国公, 你看这样如何, 我们抽掉三个军过去, 后勤保障不需要正式堂管, 如何? 这这么是准备学习方征服美丽大陆吗? 不行, 就两个军, 土人还是要让他们吃饱的, 不然谁来干活呢? 两个军就两个军吧, 比没有强。 陛下, 如此的话, 水军的规模也要扩大了。 臣提议, 水军改名为大秦皇家海军, 直接扩编为三个军, 而在登州, 蓬莱各地, 以大秦贸易集团的名义, 再建造船厂。 万里海江也需要海军的保护。 就以郑国公所言, 我防部商议一个海军扩编的章程, 郑士堂出一个建造船厂的章程, 镇要最快的速度发展海军。 大秦乃至日后的华夏, 终于要不一样了。 史皇帝十四年下五月, 嬴政正式下旨, 水军扩编为大秦皇家海军, 从以前的一个军, 扩编成三个军, 应不担任水军第一任大都督。 郑士堂也开始着手, 在登州蓬莱开设造船厂。 大秦终于拥有了制海权。 从此, 海洋属于大秦了。 郑哥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大秦皇家这四个字是迷之喜欢啊。 大秦皇家陆军, 大秦皇家炮兵, 就连为数不多的辅战军, 还灌了一个大秦皇家空军。 辅战军中, 也就是几个热气球, 竟然也能得到大秦皇家空军的称号。 还好现在科技还不发达, 要不不被他折腾出个花来。 而在此时, 在秦路的英部和亡灵,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从水军升级成了大秦皇家海军。 只不过让他们觉得奇怪的是, 对方这个叫野马台的国家, 执政的竟然是女人。 这些女官脸上怎么涂得跟个鬼一样, 黑一道白一道的。 说他们跟鬼一样, 都有些对不起鬼。 将军, 这些女人都是野马台身边的女官, 要不要留下来晚上给您试钱? 老王, 你说, 咱们把这个野马台的老十字女王送给陛下做公民可好。 你想死就自己去死, 千万别拉上我。 你看你这人, 人家再丑, 高低也是个女王, 难道一国女王给咱们陛下当个宫女的资格都没有? 你可别委屈陛下了, 不过, 你看他们身上带的那些金器, 虽然做工很粗糙, 但是分量够啊, 我看最少也有十几斤, 你说这么多的金器是哪里来的呢? 老王,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那里也有金矿。 我虽然不赞成你将他们的女王送给陛下, 但是要是将女王换成金矿, 我想陛下一定很满意。 但, 下列让田族人和那些野马台的俘虏作向道, 直接进攻野马台国。 就在鹰部在扶桑岛上对野马台发动攻势的时候, 大秦皇家陛军也已经从吉末出发, 这只陛军的军长是王换的孙子, 王奔的儿子王黎。 别看他年纪小, 却从小就跟在王换身边学习兵法, 王换也拿他当王家第三代家主培养, 因为水军不在, 吉末令征召了不少当地的渔民做船员, 负责开船, 有负责送狗投金的那船水军为向导, 倒是也不怕迷失方向。 王黎是个典型的关中汉子, 打小就没下过水, 更加不用说出海, 在海面上飘荡了十几天, 差一点连胆都被吐出来了。 鹰部和王灵去哪了? 去跟一个叫野马台的国家干仗了。 两个旅就去打国战了, 这要是他们战败了, 那这份诏书是宣读还是不宣读? 王黎大急, 正准备去支援鹰部, 却看见鹰部和王灵带着一大队俘虏回来了。 王黎,你怎么来了? 两位学长, 我是奉陛下和国防部的命令率领首批大秦皇家陆军前来支援的。 就这破地方, 还需要陆军来支援。 我看, 你在这儿休息两天就回去吧, 这儿有我们水军就够了。 那可不行, 我好容易争取到这个任务, 怎么可能一仗不打就回去呢? 对了, 鹰部, 王灵皆指, 赵曰, 自祭日起, 水军改编为大秦皇家海军, 扩编为三个军, 鹰部为大秦皇家海军大都督, 王灵为政委兼副都督。 嗯? 完事了, 就纯纯册封, 没别的命令。 当然有, 只是不能写在圣纸上。 什么秘密的事情, 连圣纸上都不能写。 那我们不成人牙字了吗? 主意谁出的? 我们水军。 不, 海军分明是主力, 现在怎么成了运输大队了? 这特马谁出的主意? 郑国公出的, 怎么? 学长, 你还要找郑国公计较计较? 郑国公这个主意好啊, 我们海军一定坚决按照郑国公的指令执行。 对对对,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对了, 我听说你们去打国战去了, 怎么样? 没吃亏吧? 看样子这是半岛折回来的。 你在说什么呢? 打完了? 打完了? 不可能吧, 这么快, 那可是国战? 怎么? 你们偷袭了? 打他们这种国家还需要偷袭。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旅是这儿八井直接对攻拿下的。 啊? 两个旅就能拿下一果?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我可没工夫跟你开玩笑, 我也不知道这里的国家这么水啊, 咋说也有是十几万人, 一个冲锋就直接垮了,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十几万人也能成为一个国家? 两位学长, 陛下和国防部这次调我们来, 亦是为了扶桑的人口, 而来也是为了练兵, 所以下面的仗是不是就由小弟效劳了? 英部对这样的仗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 当即同意下次出战就由王黎出战。 英部负责押送俘虏回中原, 而王黎则率领陆军, 开始在田族的带领下扫荡扶桑半岛, 王陵则带着剩余的水军日夜巡视海岸线, 以防有什么突发事件。 而等到英部宋俘虏回到寂寞港口的时候, 大秦政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 情况仲卿都知道了吧, 而今两环因与至今未消, 黄河之水暴涨, 多处上报绝口的风险, 所以朕今日召集仲卿上殿, 就是想让仲卿拿一个主意, 如果大灾该如何处置? 众大臣如同尼苏木偶一般, 没有人说话。 几位都是我大秦的众臣, 你们有何建议? 唐卿, 国库中还有多少钱粮? 陛下, 国库中还有存粮4600万石, 其中土豆3100万石, 宿米400万石, 麦米600万石, 其余豆类500万石, 另有1400万冠半粮。 如果受灾仅是三季, 国库还能支应一阵, 等到了十月, 两块和关中新娘入库, 则国库完全没有问题。 听到唐居的回答, 一直悬着新的嬴政, 才稍微放下点心来。 昨天街道多地急报, 言说大雨连绵, 河水暴涨, 似有决堤之险的时候, 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要知道黄河几乎覆盖了大秦所有的中心腹地, 沿途居民何止千万, 一旦出现重大洪灾, 则天下震动, 要是这些灾民闹起事来, 再加上那些对大秦心怀不轨之人的暗中挑唆, 大秦可就危险了。 大,八百里加急, 陛下, 黄河绝口了。 什么? 哪里绝口了? 开封, 开封绝口了, 河东黄河已经绝开了六个口子, 河东完了。 大,八百里急报, 河西黄河绝口七处。 河东河西皆是三进故地, 是大秦除了关中之外最最要紧之处, 现在两郡齐齐爆发洪灾, 这可怎么办? 朝堂之上, 立刻有人开始窃窃私语, 而且, 声音越来越大, 嬴政虚弱的, 根本无法制止。 都安静了, 陛下, 此时乃危机之时, 臣建越了。 你去安排就是。 执此危难之时, 大秦需要集中全部力量全力应对, 现在我宣布成立救灾指挥部, 太子殿下担任总指挥, 我担任副总指挥, 朝堂诸公, 务必精诚团结, 抵御国难, 堂居, 下官在, 命你会同户部, 迅速清点国库, 计算受灾人数, 安排运送救灾粮食, 衣物, 药品, 中查受灾地区, 凡是有敢趁大灾抢夺偷盗财物的, 有敢在灾区妖言获众的, 斩, 逢去急, 下官在, 你从政市堂, 以及朝廷各部抽出人手, 严查灾区官员, 凡是有敢残暴害民, 独职无为者, 当场拿下, 情况严重的, 可就地问斩, 罗, 王俭, 李牧, 末将在, 两位元帅, 以国防部的命令, 抽掉两军周边卫数军野战军, 进入灾区, 协助救灾事宜, 凡是有畏缩不前, 出宫不出力者, 是同战前逃兵, 斩, 这, 别说大秦了, 就从商周算起, 也从来没有过军队参与救灾的先例啊, 在王俭的意识中, 军队就是用来作战的, 救灾是朝廷和地方官员的事情, 跟军队关系并不大, 王元帅, 灾区百姓也是我大秦子民, 是他们缴纳的富税养活了大秦的军队, 说他们是大秦军队的衣食父母都不为过, 现在父母遭灾, 难道军队就不应该给自己的父母出一份力吗? 末将领命, 眼看瞎人将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嬴政虚弱的脸上也不禁泛起一丝笑语, 就在众官准备各自去操办各自负责的事情的时候, 太子扶苏却说话了, 师父, 不, 郑国公, 既然姑为总指挥, 那姑做些什么? 太子殿下身为总指挥, 自当坐镇咸阳, 调节各部运转, 不, 郑国公, 姑身为皇太子, 未来大秦帝国的继承人, 此时两军百姓遭灾之日, 正是嗷嗷待不知时, 姑没有在咸阳安坐的道理, 姑应该到灾区去, 在那里指挥救灾, 如此, 姑这个大秦太子就在灾区, 灾区百姓人心才能安定, 各部才能更加有效地运转, 这孩子真的是长大了啊, 太子殿下也是为了灾民着想, 也罢, 大秦的皇帝确实也应该知道一些人间疾苦, 太子此言不妥, 如此大灾之时, 阁下不思如何为国出力, 为何却阻拦太子, 太子乃国朝征朔, 身负重任, 岂能轻易负险, 灾区洪水滔天, 非人力之所能及, 万一太子出了点什么事情, 国本动摇, 此乃大罪, 你闭嘴, 大胆纯于悦, 竟敢诅调太子殿下, 唐居当年在为国试官的时候, 不过一个大夫就敢怒斥秦王, 那脾气可不是一般的暴躁, 而他的身份, 又早已经将他牢牢地捆在太子党的战车上, 所以这时候, 瞎人不方便回怼, 他自然要代劳, 唐居, 你虽然是当朝辅政之一, 可是也别吓唬我, 我大秦还没有因言获罪的先例, 况且, 我这是诅咒太子殿下吗, 我这分明是在替太子殿下着想, 唐居, 我就问你一句话, 天有不测风云, 万一太子殿下在灾区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你唐居能负得起这个责吗, 姑不需要他人负责, 姑自己能负责, 太子殿下年纪还是轻了, 孰轻孰众却还没有分清楚, 跟国本相比, 灾区是小, 况且有镇国公, 有朝廷各部, 不劳殿下操心, 这个淳于月果然没安好心, 这下子, 直接给福苏扣上了一顶年纪轻的帽子, 这不就是说服苏年纪太小, 不堪重用的意思吗, 大秦天子就没有不经历民间疾苦就能上位的, 从孝公开始, 历代秦王无一不在民间生活摸索过, 当今天子一样经过过赵国的那段艰难岁月, 太子殿下能有体恤万民之心, 此乃国朝姓氏, 岂容你这老匹夫在这里饶舌, 淳于月似乎没想到, 瞎人敢这么直接的就开骂, 直接愣住了, 太子殿下东巡灾区, 乃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我以为太子去得, 陛下, 臣请太子东巡灾区, 朕同意了, 太子扶苏替朕东巡, 而臣谢父皇, 陛下, 太子殿下绝对不可以如此冒险, 如果一定要皇族出巡才能安定民心的话, 老臣以为, 可另外派遣宫中皇子出巡, 大可不用劳烦太子, 这老家伙果然心思不纯, 这分明是在给其他皇子争取机会啊, 隔下此言, 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刚才你不是说灾区凶险, 让太子殿下不可以身犯险, 怎么现在又愿意让诸位皇子东巡灾区, 难道诸位皇子不如太子的命重要吗? 是才是老臣昏溃, 不理解太子东巡之意, 现在了解了, 自然同意, 而且栽区两郡之地, 太子一人也忙不过来, 诸位皇子也都已经长大, 正是要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 此时东巡, 正和其时? 都这把年纪了, 不好好的在家里一养天年, 还要出来为儒家的道统奔命, 说起来也是难为他了, 还真让我佩服。 而嬴政听了淳于月的一番言语, 心中也微微一动, 他心里从始皇帝元年开始, 就对扶苏有所忌惮, 不然也不会将公子高和, 公子江驴派去讨伐匈奴的前线, 去积累资本, 虽然后面, 公子高和, 公子江驴两人被封为王, 镇守草原, 但是他对扶苏的这种忌惮, 却是与日俱增, 全凭着自己的理智在控制。 淳于先生所言有离, 两郡之地太大, 太子一人也安抚不过来, 就让皇子迎戒,迎开, 迎胡亥三人与太子一同东巡, 卓国防部调派人守护卫。 陛下圣明, 镇国公, 三位皇子与太子一同东巡, 还请镇国公妥善安排呀。 扶苏, 你与你的三个弟弟打算如何分工? 当然是我去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 那些相对安全的地方, 就留给皇帝们去救世了。 哎, 还是太仁慈了。 师父,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扶苏啊, 人有个毛病, 不换寡而换不均, 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 你自己都去了, 那你这些皇帝们, 还有去的必要吗? 那师父的意思是? 你与三位皇子, 每人去的地方都要差不多, 都有困难和不困难的地方, 如此才能显示出你们在碰上事情之后, 应对的措施有何不同, 结果自然也好评判。 师父教导的是? 此次东巡, 纯于月肯定会给三位皇子, 派遣大批儒家世子作为幕僚, 你想到带谁去了吗? 就带我太子宫中的几名蜀官也就是了, 可惜现在萧和不能跟我走, 不然一个萧和就足够了。 对付儒家世子, 还用萧和, 那就真是杀鸡用牛刀了, 你也别想萧和了, 此次救灾, 萧和在正式堂比在你身边的作用大得多。 这样吧,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如何? 师父推荐的人, 必定是难得的人才, 是谁? 太子数字曹餐。 迎见,迎开,迎胡亥, 你们三人分别前往行阳, 阳武, 新正等地, 曹餐随我我直奔大梁。 太子, 我们来的仓促, 粮食和药品都不够, 我已经急掉粮食和药品来此地, 不如先看看大梁令处置如何。 正如你所说, 我也想先看看这大梁官员到底是怎么拯救灾民的。 我们这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在城外, 离城还有十里, 城中就会收到警讯, 但是我们已经在城外带了两个多时辰, 都没有见到城中太初的人, 都不要挤,不要挤。 走,随我过去看看。 不知道贵人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大梁遭灾了, 可能招待不了贵人。 那里面是什么? 是给灾民们准备的粥。 走, 给我咬一碗来。 这粥都是给灾民救命的, 实在不敢入贵人聚口啊。 速去, 大胆, 你们就给灾民吃这个。 贵人, 实在是城里没有多少粮食,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啊。 你们分明是不拿灾民的命当一回事啊, 就这点卖饭能够救命。 贵人, 我们库里是真的没有粮食了。 放屁, 大粮食大义, 库中存粮怎么可能连十五天都顶不过去, 你们大梁令何在, 让他出来见姑, 姑乃大秦太子, 现在要你们大梁令滚出来见我。 没听见吗? 你们都不怕死吗? 还不让大梁令给姑滚出来? 太子殿下, 不是小的不去教, 是大梁令实在没有办法出来抠奸宁啊。 什么, 他敢无视姑? 太子殿下啊, 十日前, 搭水围城, 大梁令带着我们和城中百姓商城毒水, 结果直接被洪水给卷走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原来, 大梁令已经殉国了吗? 你们没有派人去找? 大梁城中百姓遭灾, 就连威戍团都被冲走了不少, 哪里抽得出人手去找? 现在城中是谁主事? 城中的官员大多都跟大梁令一样, 死的死亡的亡, 现在城中主事的是大梁令的夫人。 大梁令的夫人? 像这样振起灾民的事情都是他安排的。 正是, 自从大梁令被水卷走之后, 城中大小官员死伤惨重, 我家夫人就挺身而出, 直接承担起贞灾的大任。 这位夫人现在何处? 此时正在城中夫户家中, 跟他们商量接梁真迹灾民的事。 让其他牙役继续施舟, 你随我过来。 是才我看你提起那些夫户的时候, 脸上似乎有不齿之色,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太子殿下, 你是不知道啊, 大梁本事大义, 城中应该最少有保证全城百姓一约的存粮, 但是这几年老天也不上饭吃, 收成皆不如意, 为了保证完成供输给国库的任务, 城中存粮只有十日, 而那些夫户家中存粮何止十万十, 这次早在之后, 大梁令和中卫官员殉国, 城中夫户趁机抬高屋家, 一时麦子竟然已经卖到三关前, 就这个价格还是限量发售, 夫人主持大局之后, 屡次召集夫户商议接粮之事, 但是这些夫户为了赚钱, 根本不把夫人放在眼里, 哼,继续说, 也不知道夫人在那些夫户那里, 受了多少委屈, 但是她却没有放弃, 一次又一次登门拜访, 我们看不下去, 也跟夫人说过, 干脆直接抄了这些夫户的家, 但是夫人却说,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这些夫户虽然有囤积居齐之嫌, 却不能没有朝廷招令, 便无罪而诛, 这位夫人八成跟法家一脉有关系, 不然也不至于如此重访, 你可知道那位夫人在哪位夫户家中? 就在魏家, 如果胎子不嫌弃的话, 小的可以带路, 好, 你前面带路, 不多时, 牙役将扶苏等人, 带到了这个姓魏的夫户门外, 只见这座大宅子洁净无比, 跟城中其他建筑比起来, 好像就不在一个时空一样, 夫人就在里面, 将这座府邸给包围起来, 许进不许出, 将看家护院之人全数拿下, 我们进去看看, 魏总, 你给我放尊重一点, 装什么假正经, 我还告诉你, 我魏家郎是有德士, 但是我是不可能借给你的, 你丈夫已经死在洪水中了, 你拿什么还? 我虽然只是一个富道人家, 但是我夫君游自生死未谱, 你怎么能断定他就死了, 再说, 就算我夫君死了, 还有朝廷, 怎么会还不起你的粮食, 倒是你, 在这种时候还在发国难财, 要使朝廷追究下来, 你怕是逃不了遗族之命, 哈哈哈哈, 你说朝廷嘛, 朝廷天高皇帝远, 这大郎的官员都死得差不多了, 等到朝廷派人来的时候, 我再放出一点郎食开个周场半个样子, 再打电一二, 说不定朝廷还要给我嘉奖呢, 既然如此, 那我就告辞了, 你就等着朝廷嘉奖吧, 别走啊, 既然来了, 不如一起喝点酒, 反正你夫君已亡, 你就不考虑一下以后的事情嘛, 不如嫁给我做个妾, 也算有个着落, 我就是死, 也不会从你的, 来吧, 美人, 你们是什么人, 怎么进来的, 你可是大良令的夫人, 正是, 敢问贵人士, 你就是城中父护卫宗, 我是,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可是我家, 只要我喊一声,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你不妨叫两声试试, 来人啊, 快来人, 家里进贼了, 嗯, 你们, 你们要什么, 要钱还是要朗, 我都能给你, 钱也要, 粮也要, 还需要你借出另外一件东西, 你, 你还想要借什么, 借阁下向上人头一用, 夫人勿惊, 此人死有余辜, 国, 国朝只有制度, 此人虽然有罪, 但是该不该杀, 该用什么样的刑罚, 应该由有私衙门去办, 由不得你用私刑, 你就不怕我手中的剑, 怕, 但是我更怕国法如鲁, 大秦太子, 迎世扶苏, 见过夫人, 你是太子殿下, 夫人维护国法之心, 扶苏佩服, 在夫君遭受大难之时, 还能挺身而出, 拯救满城灾民, 扶苏更佩服, 敢问夫人明慧, 扶苏回头就上报朝廷, 给夫人讨一份封赏, 妾身不愿要什么封赏, 唯愿太子殿下迅速筹击粮食, 以解满城百姓困恶, 夫人勿忧, 估到大粮之前, 已经发下太子教令, 命没有受灾的长平仓送粮过来, 想来也就是这几日的功夫就能送到, 太子殿下, 库中的粮食也就能支撑两天, 这还是奴家将一日支粮改做三日支用, 才勉强如此, 怕是等不到长平仓的粮食送到呀, 这几日的粮食, 就要着落在此人之上了, 此人在国难期间, 囤积居齐, 残暴害民, 按陛下旨意, 就地处斩家产充公, 此人家中可有粮食, 何止万乎, 那就请夫人安排人手, 将此人家中存粮都搬出去, 分发给城中百姓救世, 这也是一位奇女子啊, 若无这位奇女子, 大粮百姓就真的完了, 曹参, 你一会儿就将大粮城中发生的事情写成奏账报给陛下和正式堂, 给这位夫人请下风赏来, 诺, 魏宗府中存粮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足足有十一万石, 有了这十一万石粮食, 大粮城的灾民算是能熬过去了, 再加上其他富户的捐粮足足有二十五万石, 大粮的粮食足够支撑灾情, 我们马上前往其他灾区, 还有不少受灾的地方要去, 切身代表全城百姓叩谢太子殿下活命之恩, 太子殿下仁义爱民, 也是秉承陛下的意思, 所以夫人和全城百姓要谢救谢陛下的恩典, 切身扣谢陛下隆恩, 曹参, 我大秦百姓的日子还是不够好啊, 一场洪水就将我大秦百姓酒精斩入无疑, 正是, 我朝百姓如果没有碰上天灾人祸, 日子倒是还算过得去, 这还多亏了学工农学院的土豆, 但是一旦遇上大灾, 百姓立刻就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那些富户手中有粮倒是不慌, 但是小民的日子就难过了, 臣以为官服在此事上无作为, 你的意思是, 朝廷要建立一种干预制度, 当有大灾到来的时候, 能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能力, 太子殿下, 这正是郑国公在学工, 一直教导我们的国家应急机制啊, 这确实也应该, 等孤回朝, 一定要说服父皇启动国家应急机制, 报, 其他灾区有消息传来, 迎界一到行阳, 就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手下的幕僚去处置, 他却连面都不出, 迎开在杨无比迎界稍微好点, 多少也亲自出面办点事情, 无害不错, 不断斩杀不作为的官员, 还亲自将随身携带的粮食分发给当地灾民, 完事之后, 就亲自拜访新政的那些乡间祖老, 嘘寒问暖, 亲切无比, 新政各地已经有贤王之名流传, 这等安危病逝的手段, 却不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想出来的, 只能说儒家世子中, 也不全是读书读化了脑袋的榆木疙瘩, 还是有能忍的, 一点都不着急吗? 无害皇帝能有如此爱民之心, 是我赢世之幸,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殿下如果如此小失活害殿下, 他是太子之位玄了。 曹参, 你要离间我们兄弟吗? 曹参见扶苏一副兄弟情深的样子, 也实在不好继续说什么, 只是将此事暗暗记在心上。 回头修出一封给郑国公, 这种事情, 也只有郑国公来劝扶苏, 才不会让扶苏误会。 就在扶苏和曹参前往下一个救灾地点的时候, 在心正的胡亥却在发脾气。 今天让我去拜访这个, 明日让我去拜访那个,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好休息几天? 我知道, 现在发泄完了吗? 发泄完了, 就继续准备出门吧, 今天要拜访三位乡老。 怎么又要去? 这几日拜访了不下十几家乡老了, 这些乡老又没权又没钱, 拜访他们对我有什么好处? 十八皇子, 你想当太子吗? 我这也就是觉得憋屈, 随便发泄一下, 没有对师兄不敬的意思。 你如果想当太子, 那就要按我说的去做, 不然的话, 你就等着跟银膏和银浆驴一样, 都去草原当王爷吧。 我虽然不想当太子, 但是也不想像我的两个哥哥那样远去草原当王爷, 听说那里的人连枣都不喜, 想吃点青菜都没办法, 而且都穿羊皮好, 那股伤胃我可受不了。 报, 有乡老前来拜访殿下, 他们来拜见我, 那我岂不是不用去了? 老人家, 怎么能让您亲自来见小子呢? 应该是小子去见您才对。 你就是大秦皇子吧, 你是皇子, 我是百姓, 怎么能让你去见我? 当然是我来见你。 这位乡老, 敢问您尊姓大名啊, 今年高寿。 小老儿姓韩, 单名一个起字, 今天六十有八了。 原来你已经六十八高龄了呀, 实在是没看出来。 十八皇子这话说的, 老夫已经是黄土埋到半截的年纪了, 听闻十八皇子在新正木展制和官员十二名, 又将随身粮食分给百姓, 又亲自上门拜访乡老, 实在是有圣王之风, 果然不愧是嬴氏子孙。 这都是大家的台爱,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好。 却不知道韩王架下的第一件事, 什么时候成了新正的乡老? 这不是儒家见圣福圣吗? 我也不知道堂堂儒家见圣什么时候成了秦国皇子的保镖。 我儒家又不是天下哪一国的儒家, 我愿意保护谁是我的事。 安琪, 你不保护你家小韩王? 来这里干啥? 就不怕张良把你家小韩王给杀了? 我家小韩王与张公子关系就不劳你费心了, 我这次来是奉我家小韩王之命特来拜见十八皇子的。 是吗? 那你现在已经拜见过了, 可以走了。 这位儒生是纯愉悦的关门弟子孟前吧, 岂不文儒家经典有云,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你这个态度可不是对朋友的态度。 你这种乱臣贼子却当不得我们的朋友。 明人不说暗话, 我此来是想跟十八皇子交个朋友, 等到十八皇子登上太子之位之后, 我们要的也不多, 就是给我们韩国付个国就行。 你做梦, 我们是不可能跟你们做这样的交易的, 我劝你赶紧离开, 不然, 我们可要不客气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逗留了, 告辞。 我家小韩王还以为我此行一定能给十八皇子交上朋友, 于是打算杀了福苏给十八皇子送一份厚礼, 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 只希望福苏能服大命大, 躲过这一劫。 他们要刺杀我皇兄, 快派人去提醒我皇兄啊。 不行, 不能派人去提醒。 为什么不能提醒, 他们要去刺杀我皇兄。 十八皇子, 此事是真是假, 咱们还不知道, 要是假的倒还算了, 如果是真的, 那人家问起咱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该怎么说? 那也不能坐视不管吧。 现在咱们只能什么都不做, 殿下你该去拜访乡老就去拜访乡老, 任何多余的事情都不要做。 那万一他们真的将皇兄给? 那对殿下来说, 也未必不是什么坏事。 前面就是吉阳了, 也是重灾区, 这里的情况比大梁还要糟糕。 太子殿下, 前面好像有点不对劲。 福苏抬头向前方看去, 却看见一大堆灾民正拥促在一个人周围, 而那个人正义愤填膺地向众位灾民说些什么。 奇怪, 这里离几阳还有十余里, 这些人不想办法去几阳救食, 在这里干什么? 来人, 前去打探一下,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低落。 太子殿下, 那些人说几阳官府趁着灾情与父户勾结, 用低价收购百姓手中的土地, 正在鼓动那些灾民跟他一起去几阳官府讨个公道。 朝廷三令武申不得借着灾情残暴害民, 怎么几阳官府还敢顶封作案? 看来此事我不管一管是不行了。 殿下, 大秦法度森严, 一般白姓是不可能主动去掉官府闹事的, 而这些白姓竟然想直接去官府闹, 这胆子未免有些太大了。 正是, 要是在关中, 但有官府敢这样做, 几名乡老可直接面见相国和国君, 到现在正式堂还保留着这样制度, 乡老有直接面见正式堂主府政治权, 但是这里乃是齐国固定, 位于大秦才多少年, 还不能理解秦法也是有的。 虽然说的有道理, 但是总觉得这中间多少有些不对头了。 扶苏没有继续跟曹参讨论这个问题, 而是下了马车向那些百姓走去。 我是从咸阳来过的, 刚才我的护卫听你们说, 几阳官府勾结富豪强行霸占了你们土地, 所以你们准备一起去几阳官府讨一个说法。 我就是想听听, 这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哪一位可以建告。 你是谁? 你从咸阳来, 难道你是官府的人? 我虽然不在官府, 但是在咸阳的时候跟官府倒是熟得很, 要是你们这地方的官府真的犯下此事, 我倒是也有些门路在正式堂上告, 如果时机得到, 就算上达天厅, 也不是没有可能。 原来是归人刀了, 有归人替我们做主, 我们几阳百姓想来是有福了。 你先说说是怎么回事? 先认几阳令居说是学功学子, 刁人过来还不到三个月, 就碰上如此大灾, 城中粮食已经所剩无几, 几阳令直接找到城中那些夫妇, 向他们接粮, 城中夫妇没有一个愿意接的, 几阳令跟夫妇们商丁, 以百姓之地为担保, 夫妇出粮救灾, 先拯救百姓, 等到灾情过去, 百姓再将所接之粮全数分还, 如果有还不上的, 就将田地折价出给夫妇, 夫妇以市价出钱收地, 抵扣掉自己粮食的那些钱以外, 其他的钱照样给到百姓, 此乃就民的善政, 怎么你们却说几阳令与夫妇勾结呢, 来年你们种下粮食还给这些夫妇不就是了, 这位贵人, 我们虽然都是平头百姓, 但是谁对我们好, 我们都知道, 我们原来也没说对我们百姓不好, 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 后来如何了, 昨天, 这些父妇派出家奴, 到我们这些人的家中, 嚷嚷着要我们还粮食, 天可怜见, 这才借了粮不到五日啊, 就让我们还粮, 我们拿什么还, 岂有此理, 我们说跟官府签订的七月, 是明年才还粮食, 现在还不合规矩, 你猜那些家奴说什么, 那些家奴说, 七月上根本就没有写定还款的日子, 要我们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 还说这就是几阳令与他们老爷商量好的, 让我们赶紧将低气交出来, 您来评评理, 这不是官府勾结父户, 亲夺我们的田产又是什么, 这么说, 好像还真是官府勾结, 又骗百姓签下契约, 然后欺负百姓中十字的不多, 再在契约中做些手段, 从而达到亲夺百姓田产的目的, 几阳令该死, 贵人, 此事我看还是了解清楚再说更好, 看样子你是他们的头, 与官府签订的契约可否融我一关, 我可不是头, 我只是看不过去, 契约在此, 请归人一关, 我有几个问题想来问问你, 你们去官府签订契约之时, 是谁给你们宣读的契约上面的内容的, 是几阳令亲自宣读的, 当时宣读的时候, 可有还凉日期, 姿势有的, 不然我们也不可能跟官府签啊, 那在签这些契约的时候, 几阳令何在, 那倒是不在, 几阳令在给我们宣读完契约上面的内容后, 就离开了, 说是几阳西遍灾情高级, 他要赶过去, 那又是谁跟你们一起签的这份契约, 是护房的陈主事, 护房主事, 这位几阳令估计是被人坑了, 背了黑锅还不自知, 你怎么知道, 殿下, 这都是县中小丽惯用的伎俩, 若不是今天太子以我到此, 这位几阳令难免向上吃一刀, 啊, 曹树人, 你快说说, 殿下, 我看几阳官府中跟附货勾结的人有, 但不是几阳令, 而是那个护房的陈主事, 几阳令向百姓们宣布的那一份是真的, 但是他走后, 百姓与官府和父户签订的那一份为假, 而这一切几阳令都不知道, 而且我估计这段时间, 几阳令应该都没有时间能回到几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殿下, 你想, 这种事情既然要瞒着几阳令, 自然是要快刀斩乱吗, 这位陈主事与父户双管齐下, 逼迫这些百姓将地气交出, 估计还会给一些钱物, 但是数量肯定不多, 只要地气扁更, 后来就算几阳令回来知道此事, 恐怕也无可奈何, 而且名声还被这些人给毁了, 如果我所料不错, 刚才说的几阳西边有灾情, 怕也是这些富户有意而为, 为的就是让几阳令无暇分心这边的事情, 原来其中还有这样的关节, 若无曹卿, 孤险先犯下大错, 我师父说你才华不下于萧和, 果然不假, 那以你之鉴, 咱们该怎么做? 殿下和郑国公六赞, 以臣之鉴, 殿下不如进几阳官署, 直接表明身份, 以调查赈灾事由, 命几阳令所来拜见, 而同时派人将护房那个主事给抓起来, 严加看管, 等几阳令到了之后, 三头六面当面对质, 如此此事可解, 如此甚好, 就按你说的去做, 你叫什么名字, 我家贵人说了, 愿意给你做这个主, 却不知道你敢不敢跟我家贵人, 去几阳官府当面对质, 草民叫刘达, 我有什么不敢的, 好, 既然如此, 那就跟我们走吧, 你们是什么人, 不知道净尘要下马接受检查吗, 太子到此, 接听截止, 猫将几阳为树林三连连长董长顺叩见太子殿下, 起来吧, 姑此来是为了赈灾之事, 你知道几阳官府在什么位置, 猫将知道, 带我们去几阳官府, 猫将得力, 显然现在董长顺的心情好了许多, 立刻带着扶苏的马队到了几阳官府, 刚到官府, 曹参就大吼, 太子殿下驾临几阳, 城中官员出来跪营, 陈几阳县城田坤, 参见太子殿下, 诸位免礼, 太子此行乃是凤凰令, 东巡灾区, 巡查赈灾事宜, 怎么, 你们打算让太子在大门口等吗, 请太子殿下入府, 你是几阳令, 下官来几阳县城, 并不是几阳令, 大胆, 不到几阳官府, 几阳令连面都不漏, 这是对孤有所不满吗, 启禀太子, 并非是杨县令对太子不满或是有意怠慢太子, 杨县令此时正在灾区现场指挥救灾, 并不在官府之中, 所以未能迎接太子殿下, 你们县令就亲自去指挥救灾了, 你作为县城竟然能在城中按坐吗, 太子殿下, 臣也是昨日才刚回到几阳, 本来今日也要下去的, 结果太子就到了, 怎么, 你的意思是太子当个你办正事了呗, 不敢不敢, 下官马上派人去将杨县令给找回来, 杜,下官亲自去, 请杨县令回来, 下官去指挥救灾, 马上将几阳令给姑找回来, 几阳护房主是何在, 下官在, 你就是护房主是, 下官正是, 姑来问你, 现在几阳还有多少百姓, 府库中还有多少粮食, 能致应多少天的使用, 这几阳, 几阳尚有, 陈主是, 你的示范了, 你勾结父户, 用假契约侵吞百姓填产知识已经发了, 还不赶紧给姑从十招来, 所有官员小吏, 一概不能离开正堂, 凡事又敢擅自逃走者, 斩, 怎么样, 陈主是, 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怕是还不知道姑的手段, 虽然姑身为太子, 但是也是在腥风血雨中走过的, 一些用行的手段, 姑自然不屑去做, 但是不代表姑手下没人会做, 你是要姑动行吗? 不不不, 太子殿下, 下官实在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事啊, 下官在济阳一直兢兢业业, 客气奉公, 太子, 你不能冤枉下官啊, 既然你不愿意交代, 那就不要怪姑不客气了, 姑自来专门为了侵占田产一案, 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 你们当中谁要是知道这位陈主师的不法是, 愿意出来举证他的, 姑给你们记公, 某虽然只是护房主师, 却也是做的执行的账, 你们要是妄图借机往我身上扣是盆子, 可要小心后果, 大胆, 太子殿下当面还敢出言威胁童谣, 可见你平时就惯于欺压童谣, 你要是再敢如此, 我就请太子殿下先斩了你, 再抄了你的家, 不行, 太子乃是储君, 岂能不叫而诛, 此乃乱我大秦法度, 太子不公, 何为太子, 行, 你说的有道理, 你既然不愿意主动交代, 那姑就让你死个明白, 纯, 几阳令扬为, 叩见太子殿下, 你就是几阳令, 从何处而来啊, 下官从灾区而来, 几阳城西有六个村子遭了大灾, 一共六七百户, 下官过去看看, 看的情况如何, 不好, 这六七百户的房子基本都给红水给冲垮了, 这些百姓家中又没有存粮, 虽然陈从几阳城中观仓掉了一批粮食过去, 却也只是杯水车息, 踏实顶不了太久, 既然如此,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太子殿下, 下官以为可让这些受灾百姓跟那些富户借粮, 以家中田地做担保, 等到明年有了授偿, 或者朝廷发了阵纪之后再归还富户, 这样百姓得活, 富户也做了善事, 还不怕有人赖账, 这倒是个善政, 看样子你已经在几阳推行此策了, 正是, 下官已经让这次大部分遭灾的百姓都已经与富户签订契约建了粮食, 而且这些百姓都已经拿到粮食, 等到洪水退去, 就可重新建设家园了, 哦, 那你可知道, 那些与百姓们签订完契约的富户这几日派恶奴登门, 强行以要百姓还粮食为由, 要百姓交出地契, 你又知道不知道, 这些被富户逼迫的百姓已经聚在一起准备要来你几阳官府讨要一个说法, 民变就在眼前, 按我大秦律, 现任官员激起民变, 那是一三族的大罪,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太子殿下, 富户绝对不可能这样去做, 契约是下官亲自拟定的, 约定就是明年秋收之后再还粮食, 如果碰到粮食欠收, 还可延长收地的时间, 这粮食才借了几日, 那些富户凭什么去要百姓还粮食? 这个你就要问问他了, 怎么, 是你动了手脚? 杨县力, 下官可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做的, 你这个时候可不能让下官给您老当替罪羊啊, 你放屁, 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做了? 杨县力, 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了, 那些富户给您送的钱财可还在你房东摆的呢, 殿下, 他这是诬陷啊? 他当然是诬陷, 为的就是把你拉下水, 要是没有太子来的这事, 那些钱财就是拉你下水的证据, 而此时太子来严查, 你房中的那些钱财又成了你贪污的罪证, 他不过落个从犯而已, 你就成了煮饭, 这都是小黎们惯用的伎俩, 你出此当官, 不明白其中的门道也是正常的, 这都是你的猜测, 杨县力房中就摆放着受贿的钱财, 你们装作看不见, 又有什么证据来拿我? 要是平时, 再灾情如火, 朝廷有严令, 所有借着灾情侵吞百姓财务者, 斩历绝, 别说你还不是被冤枉的, 就算你是被冤枉的, 为了安抚百姓, 姑都要见你的人头一用, 所以, 你明白了吗? 将陈主使拉出官府外面, 就在大街之上当场斩杀, 哦, 太子, 太子殿下, 下官还有紧急军情上告, 紧急军情, 你一个护防主使, 能有毛线军情, 拉出去, 拉出去, 这都是阴谋, 太子, 是有人要刺杀你, 你说有人要刺杀太子殿下, 是是是, 快把你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我可以求太子饶你一命, 有此刻, 从见到那些聚在一起百姓开始, 我就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这一切太巧了, 去, 把刘大带过来, 启禀太子殿下, 刚才不知道从哪里舍来的费奸, 将那名百姓刘大给舍死了, 太子, 此地不可久留, 咱们必须马上离开, 姑有八百壮士, 济阳城中还有一个卫戍营, 姑就不相信, 在这里还能让这些鼠被杀了姑不成, 杨献命, 卫戍营可靠吗? 卫戍营归国防不管, 又不归下官管, 平时下官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往来, 下官确实不知道这位戍营靠不靠得住啊, 太子殿下, 卫戍营犯了, 还有许多看上去像是三贼一样的人, 也在向官府进攻, 这些来刺杀的人, 时间算得极准, 刚好就是杨维回到官府之后, 立刻就发动, 这分明是要连济阳官府一锅端的节奏, 这样看来, 这些刺客可能除了刺杀你之外, 还有其他的目的, 曹参在发现那些百姓要去济阳官府闹事的时候, 就已经派了人去求援, 在明白了敌人的基本意图之后, 直接命令东宫六律以及匪军退守在官府之内, 严防死守, 等候援军, 禀报太子殿下, 张良就驾来了, 杨就驾来迟, 请殿下治罪, 张良先生不是在咸阳吗? 怎么会到济阳来? 还这么巧碰上有人刺杀姑? 张良看出来了扶苏的怀疑, 却只是苦笑一声, 殿下, 臣在咸阳得到消息, 顾寒有人蛊惑韩王, 想要刺杀殿下, 所以, 臣才兴夜赶来救驾。 有人蛊惑韩王? 估计的, 你家韩王今年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吧? 难道除了你之外, 还有人能对你家韩王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殿下有所不知, 臣的主张一直是与大清合作, 谋求分封复国, 而韩王身边有一小撮人, 却一直主张反抗大秦, 重新复国。 这些年, 臣一直在咸阳, 不在韩王身边, 所以韩王才会被这些人给蛊惑住, 臣惭愧。 既然如此, 那不如张良先生将韩王接到咸阳, 放在自己身边, 这样也稳妥一些, 如何? 听到曹参这话, 张良猛地抬头看向曹参, 他现在要搞清楚的是, 这到底是曹参自己的意图, 还是扶苏的意图? 如果是曹参的意图, 那还好说, 毕竟曹参只是一个太子庶人, 而且在东宫向来不声不响, 对扶苏的影响力并不算太大, 但是要是扶苏的意图, 那就很值得商去了, 将韩王接到咸阳, 那韩国就不用考虑什么富国了, 韩王能保住性命都算是扶苏给面子。 张良又看见扶苏的脸上, 也是一脸惊恶的表情, 显然是好像没想到曹参会说这样的话, 他跟扶苏相处了这么久, 知道扶苏不是一个臣服很深的人, 他如果不知道, 那就是真的不知道, 曹树仁此言甚事, 杨回去之后就跟韩王商量, 看看何时前往咸阳比较合适, 门外的那些叛贼, 都是你家韩王身边的人派出来的。 让太子殿下和曹树仁受惊了, 这些人有些是我家韩王身边的人派出来的, 有些却是顾其的宗室派出的, 当一一甄别。 原来还有顾其的宗室。 太子殿下, 除了这些人之外, 还不知道他们还有些什么手段, 不如梁带人护送太子杀出几羊, 令徐安全之地如何。 扶苏沉思了一下, 他从内心不想就这样逃走。 曹树仁已经去请援兵了, 想来也差不多该到了, 咱们就安心等着援兵就行了。 这曹参看来也是一个人才啊, 学功学子藏龙卧护, 果然名不虚传。 你要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封韩王照例, 诛杀秦太子扶苏。 你是我夜幕中人, 没有我的命令, 怎么敢擅自行事? 迟牧人, 夜幕从来就是韩国的夜幕, 却不是你张良的夜幕。 原来韩王从来没有丧失对夜幕的控制力, 只是我还懵懂不知罢了。 你们呢? 夜幕中人沉默不语, 但是他们的沉默, 却已经让张良明白了他们的态度。 原来这么多年, 你们都是在陪着我玩吗? 迟牧人, 只要你执行韩王的指令, 你一样还是我们的迟牧人。 不, 韩王这是在自取灭亡, 此乃自觉于韩国宗庙之举。 有刺客? 曹灿直接吼了出来, 四五个匪军立刻跳出来, 取出了凌空火炮。 三, 怎么, 你们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吗? 二, 他们不敢, 扶苏要是没死在我们手上, 而是死在他们手上, 他们郑国公都要受到牵连, 再说, 韩王的赵令是杀了扶苏, 至于是怎么杀法, 却没有说, 就让他死在自己人手上又能如何呢? 反倒省了我们的事, 一, 走。 张良先生, 令主只是被一时蒙蔽罢了, 先生万不可灰心。 太子殿下, 带此监视了, 容良回去一趟, 梁局不能看着他们将韩王带入歧途。 张良先生, 你的夜幕现在已经脱离了你的掌控, 你还回去? 太子殿下误担心, 梁除了夜幕, 自然还有一些自保的手段。 太子, 外面多了一堆人马正在与外面的叛军厮杀。 哼, 这是你调来的援军。 来的这只人马打的是什么旗号? 打的是大秦皇家亥军。 什么? 你说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 大秦皇家亥军。 嗯? 没想到估今日是被海军大兜兜给救了。 太子殿下, 怎么能说是我救你呢? 是老谭保佑, 刚好让我率军经过, 也算是那帮乱臣贼子倒霉, 半个时辰解决战斗。 你不是出海去扶桑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几摇? 朝廷不是下旨让我将扶桑的俘虏给押回来吗? 我就带了第一批扶桑的俘虏回来了, 可谁知道一回来就赶上这样的大灾。 我在吉末带了快一个月, 看朝廷还没有新的旨意给我, 我就按照之前的旨意回来了。 俘虏, 你带了多少俘虏回来? 两万, 二十万。 正是, 我这次带了二十万战俘回来, 在扶桑擒鹿岗, 还有差不多三十多万人。 竟然有这么多人, 这还只是我们探索到的地方而已。 听这些扶桑人说, 在另一边还有更大的不足, 人数起码上百万。 那你海军三个军加在一起也不过六万多人, 不到七万, 能看守住这么多俘虏? 那是你们对这些扶桑人不了解。 这些扶桑人是我见过最卑微的民族, 只要在他们中间选出一些领头的, 给他们一点权力和甜头, 他们就会不一余力地帮你管理他的这些同胞。 如果有不服气的, 这些人下手甚至比我们还狠, 对我们算是他们的征服者, 他们是真的卑微到骨套里, 就算赏他们一口圣饭, 他们也会感恩戴德, 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的眼神很诡异。 诡异? 这眼神有什么可诡异的? 我也说不清楚, 现在城中已经被海军基本掌握了, 我带你们看看这些扶桑服务。 竟然没有一个俘虏逃跑, 这要换成之前七国混战的时候, 这点看守的兵力怎么可能没有俘虏逃走? 没有一婚而上将这一个营消灭了都算这营兵运气好。 扶桑总管瞎巴见过将军。 瞎巴, 我不在的时候, 可有俘虏逃走。 启禀将军, 在您离开的时候, 有四百多精壮想要逃走。 竟然有四百多精壮想要逃走, 你是怎么处理的? 这些人竟然敢在大秦的土地上想逃走, 这是对大秦的侮辱, 我已经让他们去见神灵忏悔了。 都杀了。 这位大秦上人, 能到大秦的土地上来做工, 是他们的荣幸, 他们既然不愿意承担这份荣光, 那就去死, 以他们的鲜血来洗脱自己的耻辱。 这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属。 这未免也有点太偏激了吧。 横担, 这些人现在都是我大秦的资产, 你有什么资格将他们杀死, 你这是分明就是在毁坏大秦的财产。 将军说的是, 是我草率了, 请将军赐死。 因不由自气愤不明, 上前揪着瞎巴的脖领子, 啪啪又是几巴掌, 直扇的瞎巴先卸横飞, 才将瞎巴放下。 这次就饶了你, 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就自裁吧。 诺。 太子殿下看见了吧, 这些扶葬人就是如此的性格。 如此能隐忍, 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太子殿下, 此人刚才虽然表面恭敬, 唯命是从, 但是其目光中却有桀骜不驯之意, 流之必然生祸。 现在我大秦势力在他们之上, 他们或许不敢反, 但是一旦大秦生乱, 其民必反, 当小心。 张良先生说的对, 看来姑要上书给父皇, 对这些人要小心一点才是。 扶苏不知道的是, 他们这简短的几句对话, 却决定了扶桑一族今后悲惨的命运, 而扶苏在几阳被叶木刺杀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杨武胡亥这里。 没想到, 他们还真的动手了。 可惜, 可惜了。 孟先生, 你在可惜什么? 怎么样, 现在十八皇子知道我们的诚意了吧? 你来干什么? 佛圣, 我这次来, 不是来跟你切磋的, 我是来面见十八皇子殿下的, 难道你不想让我见十八皇子吗? 好贼子, 你竟然还敢来? 你派人刺杀我皇兄卫国, 还敢来见我? 看来十八皇子对我们很不满意啊, 就是不知道, 是不满意我们去刺杀太子, 还是不满意卫国? 你胡说八道, 你这乱臣贼子, 我恨不能, 哼, 说出你来的目的吧, 我来还能有什么事呢? 还不是奉我家韩王之命, 来与十八皇子结盟的。 这就是你们拿到的情报, 最近莫子的工作是越来越懈怠了, 韩奇与胡亥商谈了什么, 竟然都没能查到。 并非莫子懈怠, 实在是韩奇和福圣太小心, 我们的人不敢也不能靠近那间屋子, 怕引起他们的警觉, 不过, 我们的人已经将韩奇和十八皇子盯住了, 他们接下来有任何举动, 都不会脱离我们的监控。 那张良跟叶木是真的决裂了吗? 根据我们的情报, 韩王启动了叶木, 从城里支出就留下了后手, 重新获得了叶木的控制权, 而张良已经没有了对叶木的掌控。 但是, 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 张良应该还定有手段。 他没有手段就不是张良了。 行了, 你们继续去工作吧, 十八皇子的一举一动, 我都要知道, 他身边的那个, 梦前也不能放过。 陈平, 象吉, 你们俩不陪着鬼谷子爷爷, 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狮子, 是狮伯让我们来找您的。 是的, 是狮伯让我们来的。 哦, 你们狮伯可是有事要找我。 狮伯给您写了一封信, 请狮尊过目。 嗯? 这位狮兄, 这又是想出什么幺蛾子? 有事招呼一声, 我去见他也就是了, 还写什么信? 可让陈平下山历练。 瞎人没有想到, 鬼谷子会让陈平现在就下山历练。 陈平从陈家灭门被瞎大捡回来那一日算起, 至今已经快二十年了。 不得不说, 这孩子不是一般的聪明。 六岁开始开萌, 十三岁熟读百家典籍, 十五岁已经成了学功第一, 学功中教学的各种学问。 陈平称第二, 就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无论是兵, 医, 农, 道, 儒, 还是纵横家之说都滚瓜烂熟, 特别是鬼谷子一脉的学说, 只有二十岁的年纪却早已经清除于兰而胜于兰, 之前之所以不想放他下山, 一来是一直觉得他还小, 心里不放心, 二来也是觉得这样一个年轻人下山, 说不定会给天下带来不可算的变数。 你可知道你师伯的信中说了些什么? 总不过是让我下山罢了。 你如何猜到的? 狮子, 这几日鬼谷子师伯一直在问我, 如果让我下山, 我会先去哪里? 办什么事情? 这不就是在给我下山做准备吗? 如果我连这个事情都猜不出来, 我也不配做您的徒弟了。 你猜对了, 那你说说如果放你下山, 你第一步要去做什么? 那就要看师傅让我下山干啥了。 这又是怎么说的呢? 如果师傅是要我下山相助大师兄, 那我第一步就是去养武, 投奔胡亥。 你为何相助扶苏, 不去扶苏的东宫反倒要去投奔胡亥呢? 狮子, 我的这点小把戏, 又怎么能瞒得过您呢? 大师兄的东宫人才积极, 不缺我这一个, 但是胡亥那里却不同, 除了那几个儒家弟子之外, 再无人才相助。 如果我去, 我相信凭借我的本事, 必然能得到胡亥的重用。 到那时候, 胡亥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大师兄的眼皮子底下。 师傅, 你觉得这样如何? 好家伙, 你这小子分明是要去用一招无剑道啊, 但是你毕竟还是年轻, 不知道无剑道的凶险之处。 如果真的这样去做了, 即便以后胡亥没能成事, 你的身份也不能大白于天下, 没有人会再对一个间谍产生信任, 而且是在这个间谍有侍主的前科的情况下, 那你的下半辈子怎么办? 活在阴影中啊? 我可不想我的弟子最后的生活过成这个样子。 不妥, 你再想想。 那我去投身朝堂, 尽量在朝中掌握一些实权, 以此为师兄的壁住。 这个想法虽然很好, 但是你却低估了朝堂上对资历的看重, 现在的大秦已经不是七国争霸时候的大秦了, 那时候的大秦为财势局, 只要你有才华, 秦王以及秦国朝堂绝对不会吝惜高位, 但是现在不同, 现在四海一统天下归一, 才华横溢之势如同过疆之际, 在没有外敌压力的情况下, 大秦的政治制度难免会向僵化转变, 现在大秦朝堂的官员几乎都是按部就班的上位, 几乎没有特例, 以你的年纪出山, 如果走上仕途, 最多就能给受一个县令, 这还是看在学公弟子的份上, 真要等你能掌握足以对朝廷产生影响的权力, 至少要三十年之后, 三十年, 黄花菜都凉了, 再想, 敢请教师司, 我该怎么做? 首先, 你下山的利益就是错的, 谁告诉你, 我让你下山是让你去帮助你大师兄的, 你大师兄担任太子多年, 羽翼已封, 只要皇帝不发疯, 他这个太子之位是稳稳的, 就算皇帝疯了要换太子, 或者将皇位传于他人, 也要看师父, 我同意不同意, 陈平都梦了, 他没想到自己一向儒雅, 感觉与世无争的师父, 竟然还有这样霸气的一面, 你师兄有你师兄的原法, 你也有你自己的原法, 之前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学公之中学习, 单论学问, 不敢说你是天下第一, 却也是天下有数的几个人之一, 但是你自己想走什么道路, 你想明白了吗? 你这次下山, 我不会给你任何安排, 我只需要你找到, 你自己想走的那条路, 你明白? 瞎人的话, 如同一口大钟发出的钟声, 震荡在陈平的心中, 尤其最后这三个字, 让陈平大受震动, 弟子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 就去吧, 万事有我, 师弟, 你就这样将两人放下山了, 这不是师兄要求的吗? 你收了这样一个逆天的弟子, 不让他下山溜达溜达, 岂不是浪费了, 只不过, 象吉今年才十六岁, 是不是还小了一点? 他虽然才十六, 却天生神力, 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又有陈平带着他, 这一文义武, 天下能难得住他们的人, 可能还没生出来呢, 我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两人相视而笑, 可他们却不知道, 陈平和象吉这一下山, 却惹出多大事出来, 几阳这次大灾, 在经过大秦三个月的总动员后, 也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 而扶苏等诸位皇子, 也被嬴政一旨诏书, 召回了咸阳, 七年宫中, 嬴政端坐在寓座之上, 看着自己这几个儿子, 心里说不出什么样的感觉, 嬴介, 你在咸阳的日子过得不错啊, 嬴介知道自己到了咸阳, 就躲进关属不落面的座位, 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了, 直接败倒在地上不敢出声, 嬴介, 你比他好一点, 但是也有限, 虽然出面办了些事情, 却动辄对灾民打骂, 怎么, 灾民得罪你了, 嬴介也知道自己的事情, 在父皇这里逃不了好, 干脆跟嬴介一样, 跪倒在地, 一言不发, 等候嬴政的发落, 胡亥, 你倒是好胆略, 竟然一到阳武, 就敢斩杀十二名制和官员, 还将自己的粮食分给灾民, 又亲自去拜访乡劳, 组织他们一起救灾, 很不错, 儿臣不过是仰仗父皇天威, 就有幕僚亲力相助, 实在没有什么功劳可以让父皇夸奖, 不贪功, 这种时候还能记得自己的手下, 这就很不错, 太子, 你以为呢? 父皇说的是, 十八帝确实与以前不同了, 十八帝长大了, 可以为国分忧了, 嗯? 还想试试扶苏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没想到竟然会如此汹涌地公, 不知道朕这个儿子到底是没有政治敏感度, 还是觉得自己的太子之位牢不可破, 竟然会是这样的反应, 也不知道这样的太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连太子也对你称赞有加, 看来你这次做的确实不错, 说吧, 想跟父皇要什么样的赏赐? 儿臣不过做了一些分内之事, 怎敢向父皇讨赏? 况且儿臣一直在仰武, 并比不得太子一路奔波, 如果真的要赏, 也应该赏给太子殿下才是, 父皇要赏你, 你就接着就是了, 我是太子, 又是兄长, 多跑跑也是应该的, 你别顾忌我, 想要什么就直说便是, 朕记得你之前说过, 说想要去军中历练历练, 朕一直以为你年纪小, 也就没有同意, 现在东巡之事, 你做得非常好, 足以证明你已经长大了, 罢了, 朕就圆了你这个心愿如何, 儿臣谢父皇龙恩, 你先别着急谢朕, 朕给你三个选择, 第一, 你去海军, 从一个连长干起, 第二, 你去卫戍军, 也是从连长干起, 第三, 正给你组建自己护卫军的权利, 你可以组建三个军, 但是一年之后, 你的三个军, 要跟太子的六帅比试, 要是输了, 你这三个军就直接撤销, 父皇这是要干什么, 皇子只有出镇封地的时候, 才有权力组建自己的护卫军, 现在胡亥又没有封地, 又不用规范, 哪里用得着组建什么护卫军, 还一来就是三个军, 这不分明是给了胡亥燃指军权的机会吗, 虽说在大秦, 三个军算不得什么, 但是也许这是父皇释放的一种信号, 今天是乃尊神灵保佑, 竟然能让我得这么大的一个彩头, 组建三个军的护卫军, 难道孟先生说我还有机会是真的, 而陈愿选第三条, 倦意一年之后与太子兄长的六律切磋, 骨子里果然还是有野心的, 也许也是件好事, 而扶苏心中却泛起了一丝苦意, 他没想到自家父皇竟然对自己忌惮至此, 自己还没有任何方法阻止, 也只能顺着嬴政和胡亥的话去说, 而臣以为, 十八皇帝有此志气是我们嬴氏的福气, 而臣也愿意与十八皇帝一年后切磋一番, 如此甚好, 赵高, 奴婢在, 传朕旨意, 册封胡亥卫会王, 徐祖建护卫军之权, 迎戒迎开不堪大用, 这归府思过, 太子德才兼备, 赏金营器皿十套, 玉璧一对, 以示嘉奖。